4月1日,中午時間 今早大市回吐 因為昨天中概股等等都是一般 但這些都是二期之內的 我們之前都提過 基本上雖然政策見底 但來真正式解決了美國上市問題 可能還需要幾個月時間 所以中間可能會有反覆 不過我們都有一些業績值得說說 大新是,個人都是持有的 公佈了全年業績 在31日晚上時間公佈 跟平時不同 往年通常都會在中午 甚至是收市之後都隨即有業績 然後就有記者會 現在就沒有了 可能一方面疫情考慮 所以突然之間變得很低調 那麼,業績會改造今天下午兩點半進行了 但我們就先講了業績 那個業績基本上都不錯 其實比我的預期更好 可以做到一個雙位數的low teens的增長 大家記得中銀香港公佈完業績之後 股價大幅反彈 當然最主要的理由就是 減值撥備少於預期 所以這個是為何帶動到 中銀香港股價反彈的理由 但老實說 中銀香港的業績 其實有一些數字都是差過預期的 例如大數、核心的盈利表現等等 純粹撥備好過預期 但花旗都說中銀的資產質素已經是優於同業 而且業績是港銀裡面最好 如果中銀香港按年倒退雙位數字 都可以叫做13%賺少了 都可以叫做港銀裡面最好 大新是兩者都有雙位數字的升幅 似乎更加貼切 大新銀行按年增長11% 大新金融方面也增長13% 基本上大致是這樣 因為大新金融主要是持有大新銀行 所以大新銀行的核心表現好 基本上大新金融都不會差的了 通常都是欠兩三個百分點 幾個百分點的出入 特別如果投資方面有什麼特別表現的話 而且關鍵出來業績的正式差是上升的 其實每一間銀行的正式差都是收窄的 你看回恆生 我們不要說環球的銀行 恆生、東亞、中銀、香港 全部正式差都是收窄的 但大新銀行按年的正式差 正式差是升了九個點子 去到1.72% 這件事已經好過同業了 所以明報都說到正式差確闊 對比多間銀行正式差都是持續呈下跌的趨勢 大新銀行正式差仍然上升 不過這麼說 大新其實在中期業績的時候 正式差已經擴闊了八個點子 去到1.74% 所以下半年其實應該是有些收窄 但是全年按年比較的話 其實擴闊幅度還略略擴大一點 所以其實正是這個部分 已經在一眾港銀裡面 都算是比較飆青的 信貸減值也大減了四成二 因為去年它做得比較穩定的撥備 我們之前去過它那個股東會 他們都是對於今年 就是剛剛過去這一年 其實都是比較審慎有信心的 結果那個減值也是下跌得很大 但是其實下半年那個減值幅度是有回升的 上半年那個減值 信貸減值就是一億一 所以下半年現在全年3億7 下半年都做多了一倍的減值 不過大家都知道下半年那個疫情 整個形勢都是比上半年差 就住那個環境做一個比較審慎的撥備 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們都提及過減值部分的 他都說雖然整體信貸質素好轉 不過內地房地產業信貸情況有所轉差 看看業績會上面會不會有詳細的情況 就是內房方面的組合 不過因為它內地方面那個規模都是相對小 所以影響我們估計都是很有限的 大身在業績裏面都強調 那個增長主要是貸款減值的支出下降 和淨利息收入上升 正式差能夠確闊 令到淨利息收入都出現了反彈 而是扣除減值虧損前的營運日利 23.6億元按年跌了近2.2% 那麼非利息收入它都強調 在那個商業銀行業務和財富管理業務 那個非利息收入是增長強勁 分別增長8%和13% 財富管理是不包括保險銷售的 那你如果看回業績的話 都知道保險銷售其實就跌了2.3% 主要原因大家都知道 因為泰和人壽被保監會叫停 就沒有辦法銷售人壽保險 所以其實基本上接近全年 因為它是去年年頭被叫停 所以其實現在大新是人壽保險的銷售 是大幅放緩的 沒有得賣的 那現在主要就是靠賣大新金融旗下 大新保險那些財險單或者健康險等等 令到業績仍然收入跌了2.3% 我自己覺得都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上半年它都是沒有6000萬的 原本打算跌1億 但是現在1億都沒有 都是跌大概半年那個數 所以其實在我角度看已經是有驚喜的了 整體貸款增長5% 他們的放貸是比較謹慎的 保守的 這個也是一直傳統的 這個也是符合原本的指引的 有繼續重慶銀行撥幣 重慶銀行上半年撥了2億5 下半年作了4億7的撥幣 全年7億2600萬 加上重慶銀行二月的時候 2021年2月完成了A股的發行 所以貪薄另外加上三千一百萬 一個是貪薄虧損 所以全年虧損7億5千萬左右 上年呢 就五億三左右 所以今年如果你說考慮 以去年基數計算的話 其實業績不應該只增長11% 如果大家考慮重慶銀行的撥幣因素 大家假設撥幣跟上年一樣 重慶銀行不變成一個影響業績的關鍵 這樣的話實際的盈利應該是增長26% 所以其實實際上大新系的業績 應該是比現在大家看到的Headline的業績 會好得多 但是最少都是看到那個 我們現在握這隻大新系 都是安心 都是值得放心的 因為那個盈利都是穩步增長 而且派息也是回升的 但是除了派息比率 其實跟上年大致是差不多 26%度 其實是不高的 但是整體上 我自己對於營運的表現來說 特別是在考慮減值虧損之後的 明報都指出了 大新銀行上的利息支出大減了五成一 主要就是銀行存款和客戶存款的利息支出減少了 不過整體的客戶存款 其實總額升了3% 即是沒有存款流失 反映就是支付客戶的存款利率下調 這個就是他們之前在個別券商的報告裡 都有提及過的 就是更加好的一個存款組合的經營 即是他們可能已經推出少些的 級高息存款的優惠 資本充足比率方面 一年普通一級資本14.2% 我年升了0.4% 一級資本比率14.7% 升了0.4% 整體17.6% 升到18.1% 升了5% 所以其實資本充足比率方面 看得也不錯 泰存比率71.2% 按年增長了接近2% 2020年年底是69.3% 成本對收入比率56.1% 升了2.1% 股東資金回報率5.7% 亦都比上一年有回升 整個業績裡面其實沒有什麼著物的重慶銀行 重慶銀行仍然有比較大的貢獻 不過那個貢獻已經是呈現倒退的情況 埋單賺6.98億 上一年是7.1億 即是考慮人民幣升值 重慶銀行的業績事實上是倒退的 一方面是貪博效應的影響 因為發了新股 貪博了 如果看重慶銀行方面 它全年順利是有5.4%增長的 但是貪博就令到入賬在大新銀行的 貪博的盈利貢獻反而是下跌的 沒有安排那個派息 因為重慶銀行現在要等A股可轉換公司債券發行完成 即可轉債那邊要發完之後才可以定那個派息 但是重慶銀行基本上大家都不需要太大的憧憬 大新金融方面有披露非人受保險的業務表現 即使香港和澳門核心市場市況嚴峻 但是年內保費收入仍升2% 投資組合的表現強勁 不過收益差過去年 成本和薩償是保持可控範圍 上述兩項的收入錄得日利1億2400萬 按年減少14% 而大部分的投資組合是在其他收益項目下入帳的 並沒有計入集團的綜合收益表裡面 如果考慮到這個收益的話 保險和投資業務的整體回報 就應該是達到7億18萬 投資回報率是達到16% 即是都是強調非受險方面的組合表現是不錯的 不過在展望上都有提及 投資表現的投資回報過去兩年比較好 但是今年多於主要金融市場的年初表現信息 所以預期投資表現會有所波動 即是影響大新金融這個非受險的保險投資業務的回報 正在整體上來說 大新系業績絕對是收貨 估值也不需要懷疑 即是六倍的市盈率 六、七倍的市盈率 那個市漲率是0.2、0.3倍 所以其實加上加息周期林近 雖然大新的正式差的確闊 就應該沒有大型銀行那麼顯著的 但是都會受惠 特別是HIGHBOR那個同業差息 實際上近期都拉緊了 所以其實對於香港銀行都是有利的 當然疫情、內地業務表現等等 會影響香港銀行的 但是大新方面 其實在內地的投資是相對有限的 除了重慶銀行 那我就在 大家記得我跟大家說 那個普京出兵的時候 我就說大家可能想一想減辭一些 之後買回來 那我其實當時都減辭了一些大新系 但是業績之後我都會買回來 陸陸續續就會增持回來 大致是這樣 我情況下 跟大家講到這裡